当年郭敬安求婚 女友果断拒绝 然后转身嫁给了身价两亿的苏志薇 每月拿到2000000花钱 贫穷的郭敬安伤心欲绝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郭敬安 当郭敬安和刘晓慧谈恋爱时 刘晓慧已经是前呼后拥的女明星 而郭敬安的名气并不高 而且在很多时候只是接一个龙套的戏份 当时郭敬安甚至有点像票房衰载 只要郭敬安拍的剧一般收视率都不高 所以导致越来越少的人重用郭敬安 当时刘晓慧选择和郭敬安在一起的时候 外界都十分的不看好 刘晓慧刚开始也没有说什么 但后来看到郭敬安的名气不如自己大之后 就开始嫌弃郭敬安 但是郭敬安十分顾佳和专一 生活里除了没钱和不红之外 哪哪都做得很好 后来他因为合约问题 直接被经纪公司给血藏了 闹得不可开交 这是时候本以为女友还会陪伴着自己的 可是女友却爱上了曹猛乐队的成员苏志薇 曹猛乐队是当年梅艳芳的徒弟乐队 在梅艳芳的带领下 大红大紫手中的资源多不胜数 郭敬安又怎么能和梅艳芳这样的大神相比 就连当年的比亚的乐队 也在很多大奖上不如曹猛 甚至被曹猛在奖项上打压了不少年 然而苏志薇对刘晓慧十分疼爱 两人走到一起之后 就有了长久处下去的想法 而郭敬安一边操心事业 一边还想着和女友有一个好的结果 至少给这段爱情画上句号 所以就拿着仅有的积蓄去求婚了 可是女友看到之后 并不是感动而是惊讶 直接提出了分手 说两人不合适 还不想结婚 郭敬安伤心欲绝 而提出分手后的女友 并没有出现感情的空窗期 一转身就投入了苏志薇的怀抱之中 很多人都替郭敬安感到不值得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 后来他就选择了离开香港 去了台湾娱乐圈打拼 几年之后才回来 最终一炮而轰 天下第一古灵惊叹阿旺正传等等好作品 爱情没了 这个时候事业就来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并没有打倒郭敬安 在自己人生低谷的时候 遇上了大美女欧倩怡 他在笑看风云中 第一次挑战了这个恶棍 但出人意料的 在他事业的低谷中 带来了一个转折点 从而赢得了千面小生的称号 郭敬安长得清清秀秀 文质彬彬 书生气十足 令人意外的是 他将男性阴柔的一面 充分在饮品展现出来 征服很多观众 加上事业有起色 对方不嫌弃他穷 陪着他一起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让他大为感动 后来郭敬安就向女友求婚 爱情长跑七年后 欧倩怡发现自己怀孕 郭敬安于是负起责任 跟他求婚 并希望举办隆重的婚礼庆祝 没想到 婚礼前夕 欧倩怡发现自己流产了 伤心不已的他 一度犹豫 是否还继续结婚 郭敬安得西后 没有打退堂鼓 坚持与欧倩怡举行婚礼 而此时 再加上每月家庭开支高达50万 2013年刘晓慧曾付出 但是却遭冷遇 不过近两年 苏智薇的生意失败 刘晓慧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相夫教子上面 家里的情况也不乐观 感情的事情说起来也很奇怪 曾经刘晓慧因为郭敬安事业低谷 而选择分手 如今的郭敬安多次斩获TVB市地大奖 演艺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郭敬安在结婚后 欧倩怡最终顺利产下一子一女 反观前女友刘晓慧的遭遇 两人真是截然相反 刘晓慧的辉煌不在 生活经济困难 但是一切事情有因有果的 后来丈夫生意破产 只能付出拍戏 所以潦倒时 能和我们指手前行相濡以沫的人 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和爱护的人 而娱乐圈里的朋友都说 郭敬安是大好人 不管问谁借钱 大家都很乐意去帮助他 随随便便就借到了280万 郭敬安打电话给陈敏芝 敏芝啊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 你可否借20万给我 陈敏芝也就不再追问了 好好 郭敬安接着问 你明天能不能给到我 陈敏芝这次犹豫了下 行 但是怎么给你啊 我不太懂 郭敬安 可以给我现金吗 陈敏芝懵了 现金 行 我去拿给你 分分钟能借到几百万现金的 在娱乐圈郭敬安算一个 因为大家都想